来 进来 这个呢是医院里边啊 分给我休息用的一间屋子 不过我没来住过 有时候累了 我更愿意在办公室的 插发上休息一会儿 谢谢您啊 顾大夫 我就是觉得太麻烦您了 没事 那个卫生间里边呢 有垫的热水器可以洗澡 包给我 我干嘛又打这个电话 我明明知道 我打了这个电话 你不可能不过来 您别再被这事责怪自己了 再说了 说到底 您是我们家的恩人 主任 主任 请我买回来了 叶女士 好 我可以 那个叶女士家里边啊 遇到点困难 好 所以在这儿临时祝福 好 钥匙 屋子里边呢有点乱 你自己稍微收拾一下 是吧 我知道 有什么需要的你找我 找好凳都可以 行 那行 你收拾 我们走了 我会 妈 秋秋 别捅了 我让人把索性换了 妈 买菜去了 您怎么又去买人家的剩菜啊 也不买点肉 家里还有牛奶吗 您跟秋秋都得喝牛奶 特别是您 您去干 你就是死心眼 志平在你死心眼 志平不在你还死心眼 志平虽然走了 可这儿还是我的家 您还是我妈呀 甭叫我妈 前日子我说的有些话重了 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事的 我知道您说的是气话 那是我给你指的一条阳关道啊 我让你走了 你干嘛要回来呀 你别不爱听 你舍不下这舍不下那 你将来会后悔的 你能扛多久 能一辈子不嫁人 一辈子跟我们婆孙俩吃苦 我现在发脾气 你赶紧走 你将来会感谢我 我愿意你现在骂我 我也不愿意你将来恨我 我说的话还不明白吗 叶子 走吧 别再来了 何苦呢 长痛不如短痛 你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妈 咱先进屋吧 有什么话 咱进屋说 该说老头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您说这三百复习金够干嘛用 我今天早上上了菜市场 那黄瓜四块五一斤 我们就像在上初中啊 还有学费呢 这三百块钱就我们婆村俩的口粮都不够啊 赵大妈您别着急啊 您听我说 虽然您儿媳妇是您孙女儿的继母 但是在法律上 她也有照顾妓女的责任和义务 你说她搬走了 可是她现在户口不还没迁走吗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再说她工作那幼儿园呢 凿滑了 她现在也没工作 不信你们去调查去 那您让您儿媳妇本人来这一趟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您儿子去世了 您儿媳妇就是户主 如果去民政局申请这个 要填些表格什么的 也得她亲自来办理啊 是这样 要不是我给你们写一个 我们脱离国际关系的声明 然后秋秋也写一个 脱离母女关系的声明 大妈您别着急 如果您有困难 我们会尽力帮助您的 您儿媳妇要是没工作 我们也可以协调民政部门 协商一下 帮她安排个工作 是我申请 你们给她找什么工作 真是的 行不行行了 求人不如求己 我就不幸婆孙俩能饿死 奶奶以后这种事 您别戴上我 前奶奶寒碜呢 是 奶奶走快点 哦 奶奶阿姨来过了 你看看都是我爱吃的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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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了 早走了 夜子回来了 哦 周大妈 回来看看 走了啊 哎 夜子 你婆婆申请缔保的事 你知道吗 哦 走了啊 拜拜 你给我站住 你鬼鬼祟祟的 你想干吗呀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过来看看 你想看什么呀 我就想为您做点什么 为老太太做点什么 我这也看出来了 您这心还在这家呢吗 您不是还惦记这家呢吗 我心在哪 我惦记谁跟你有关系吗 不是我说你这人傻 还是怎么着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 我说的话呢 我让你离我们家的人远点 我看见你我都添堵 别是我妈了 那看见你还不得气死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离我们家的人远点 别再来了 你要是再让我看见 你出现在我们家 我就报警 听见没有 别再来了 你知道吗 有事啊 我看见叶子了 怎么就给你打个招呼面又走了 你啥事看见的 就刚刚啊两分钟的事 刚刚阿姨在啊 那我喊他怎么不知山呢 小胖 东西扔门口就走了 老姐姐 我说句不中听的话 叶子只打算拿你们当亲戚走了 这逢年过节的回来看你们一眼 那你说哪有到家门口不进屋的理啊 当亲戚就当亲戚 逢年过节能帮我们婆孙俩看一看 就很不错 你就算有心 你还要求人什么呢 踩吧 踩吧 把那不切实际的想法都给他踩没了 孩子别踩了 那挺好东西 使劲地哭 快跟我们睡觉去 明儿还上学呢 是啊 прост 快跟我们睡觉去 坠 мед 是的 你 !". 你有事 也 trump him 按照 哎 郭大夫 您怎么来了 那个 我给你拿一个电脑器 这个屋子里边凉了 我知道 其实不用 那被子挺厚的 我也不冷 你喝酒了 你晚上吃饭了吗 不 不饿 中午呢 中午也没吃 你不吃饭这么喝酒对胃 胃口不好 走吧 咱俩出去吃点东西 不用了 正好我也没吃饭呢 来 走吧 您要的粥 这位 谢谢郭大夫 喝点粥嘛 喝粥对你的胃好 人家还行吗 郭大夫 您轮回上这种地方来吃饭了 那是小邓他们带我过来吃的 我觉得这块味道还不错 你要有时候一摊手术下来 或者是累了 或者闷的时候一个人 过来吃一下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 特别有生活气息 而且做的味道很好 今天我回家了 你婆婆她怎么样 情绪好点了没有 她把大门的索性化了 怎么都不让我进门了 老人嘛 年纪大了 你要给她一点时间 有时候呢 咱们可以逆想思维啊 我觉得 她把你轰出门 其实是 她不希望你走 她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因为我觉得 你婆婆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 郭大夫 以前我觉得您 不是人间烟火 没想到啊 您对这人情事故 看得还挺透的 可能是因为我站在一个 旁观者的角度上吧 叶女士 我知道 这一段时间 在你的医生来说 应该是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 但是你相信我 她很快就会过去 能认识你们一家人 是我的荣幸 郭大夫 您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你就使劲吃 不是说好了 我请客吗 你可陪我省钱啊 郭大夫 我知道您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 谢谢您的一万良苦用心 您放心吧 我会好好的 来 这个血烫好了 嗯 这个烫好了 来 给你放个呢 啊 哎 喂 您好 那个是心外吗 啊 那个我我我想找一下顾大夫 不在啊 您是宋护士长是吧 我是三宝 咱见过的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 关于那个赵志平大哥他们家的这个情况 奶奶 哎 给我一百块钱吧 这一百块钱干吗呀 我手机坏了 哎呀 手机坏就坏了 小孩儿玩什么手机 奶奶还没有呢 当初阿姨给你买我就不同意 人家同学个个都有好不好 我那是最便宜的了 再说我一个月花费也就五十 五十还少啊 五十买二十斤大米呢 秋秋 奶奶跟你说了咱娘俩得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你阿姨给你买那小裙子啊 手机 还有那法姑什么的 以后免了啊 谁啊 您找谁啊 您就是赵志平师父的母亲吧 您是 我是他徒弟 您就叫我三宝吧 您找徒弟啊 我没见过 师父在厂里当工程师的时候吧 我是他的技术员 后来我就跑南方做生意去了 这不刚回来嘛 回来我就听说师父的事了 过来看看您 论备份呢 我应该叫您一身师奶 师奶好 好快进来快进来 别客气 有着心就行 快进来快进快进 那个师奶 这是孝敬您的 这孩子真是来就来 还花着钱干嘛呀 不应该的嘛 那个这位就是师父的女儿吧 对 秋秋快叫三宝大哥 三宝大哥 你好 你好 秋秋小妹妹 我把东西放哪儿 快 快起来 起来呀 快起来 起来呀 师父 您在那边好好的 家里有我呢 我一定帮您照顾好 师奶 秋秋 还有师母的 您就放心吧 孩子 这边坐 那个 师奶 我这来半天了 我也没瞅见师母 那个师母去哪儿了 走了 她不是你师母了 坐坐坐 我去烧水给你积茶 那个秋秋 快做作业去 走 怎么了这事儿 手机坏了 你给我看看呗 我看看什么毛病 你会说 你不给我看看 我哪知道什么毛病啊 这就对了 巧了 我跟你说啊秋秋 你这属于就撞我枪口上了 你知道吗 你跟我这手机它属于一个牌子 这这这山寨货呀 你知道吗 这手机全身的毛病 我全当这刷吧 什么毛病 是这个 刷不了微博啊 还是上不了QQ啊 微博刷不来了 稍等片刻啊 哥给你瞅瞅啊 嗷了 瞅瞅吧 这就好了 那是啊 你还真行啊 真好了 必须行啊 我告诉你妹妹 就你这手机 都不算什么大毛病了 你知道就 就我这手机 就这哥们 刚才在地铁里 给我出了多大丑 你知道吗 我这好好我坐地铁 我玩手机 我也不知道就摁什么了 突然就开始给我放上歌了 可是你知道放那什么歌 你知道吗 就那最俗的那个叫那个 就就满大街老太太跳舞 放那歌叫什么来的 最炫民族风 是不是特别难听 那歌吧 简直就俗到家了 就那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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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唱唱了 唱唱了我这身还特别大 山寨手机身都特别大 你知道吗 身一大我就没办法 我只能抠电池抠电池 抠电池这手机它都落听 急疯了我了 我告诉你 三宝大哥 那你当时不是华丽丽的崩坏 爱不爱恩寄的 我还真不知道了 施奶我告诉你 当时反正我就想找一地方 让我钻进去了 我们这大小姐是不理人的 跟你还见面熟啊 我跟那个秋秋小妹妹吧 我们这属于这个 一个牌子这个叫什么山寨党 你知道吧山寨 奶奶我跟你讲 三宝大哥他可厉害了 把我手机修好了 我们还用同一个牌子手机呢 可巧了 必须特别巧你知道吗 见面特别熟 好喝茶 谢谢施奶 我不是不放心你吗 再说了 我老妈叫我回来 好好陪陪你 还给你带了好的好吃的呢 你婆婆怎么样了 她们撤销了吗 你说什么 你现在住哪儿 伯母真是太过分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儿子尸骨未寒 就把儿媳妇赶出家门了 你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呀 我一脚油门就踩回来了 什么都不告诉我 还是我姐吗 行了 我不是想让你跟姨妈 好好过个年吗 赶紧收拾东西 跟我回家 那行吧 我给姑姑准打个电话 跟人说一说 我跟她说 我跟她说 你别胡说八道的啊 喂 我不是叶女士 我是董女士 我现在就在你的房间呢 你在医院吗 我现在过来接我姐 你过来一趟呗 来 行 待会儿见 姐 这个 就是雇主任的房间啊 姐 我真郁闷啊 你说这无家可危的人 为什么不是我呀 行了 别在那儿没这种心儿呢 这床还挺舒服的嘛 姐 要不这么着 今天晚上啊 你去我那儿住 我在这儿睡一宿好不好 什么啊你 越来越没正形的了 我跟你讲啊 这是人心外的宿舍 顾主任在这床上啊 一次都没住过 我才不管呢 这反正她名义上是属于顾大夫的 对吧 吃吧你 待着吧你啊 我那个晾的衣服去收一下啊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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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地长 我要没弄错的话 这又不是应该是 顾主任的御用休息室啊 你真是把医院当家呀 我哪儿都能撞到你 这顾主任的休息室 也是我的休息室 妈呀你 你创造了奇迹啊 你把那冷面僵尸给暖好了 你要真这么说 我也不反对 你别告诉我说你在这张床 在这张床上 她把你生米煮成熟饭了吧 为什么不是她被我 生米煮成熟饭了呢 我就讨厌你们男人之德性 什么一来就是 男人把女人煮成熟饭了 透着性别歧视 我跟你说 现在这社会 甭管谁把谁煮熟了都没用 就我那未婚妻 我都把她抱成爆米花了 到最后不就因为我没钱 还跟别人跑了吗 郭主任 您来了 我跟 我跟 董记者正聊您呢 聊我什么呀 那什么生米处权生 你都死了你 那怎么呢 来 郭主任 你们先聊着 我先走了 那个叶女士呢 她收衣服去了 怎么样 春节过得好吗 好极了 我跟你说啊 多亏咱们俩那张照片 帮我大忙呢 春节期间 我妈没有带我去相亲 不过她敢逼我 把你带回家给他们看一看 芊芊 又跟顾大夫胡说八道什么呢 来 顾大夫 住的地方找好了是吧 芊芊让我去她那儿住 好 好 那我收拾一下 姐 我没跟顾大夫胡说八道的 我在帮你谢谢她呢 不是她救了你吗 真的 我现在觉得你特别有君子之风 你说你这算不算是英雄救美呀 芊芊 逗你玩呢 看把你紧张的 这么着吧 这次你帮了我姐 也就算是帮了我 这笔账算我头上 将来我报答你 行 就这么说定了 我在医院呢 那个特殊病房呢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带着伯母啊 直接去找护士长就可以了 我马上就过来 是楚总啊 那那行 你忙去吧 忙去吧 你姐放了 现在我姐就交给我了 你忙去吧 那行 你把钥匙啊 回头给小邓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顾大夫 来 翰凉啊 春节两次约你到家里去吃饭 你都没去 伯母可有点生命气了啊 抱歉啊伯母 春节基因呢我太忙了 有些医生回家探亲 我呢要替他们值班 正好又赶上几台急诊手术 不管 反正啊你欠伯母一顿饭 好 等您出院了 我一定到家里去看您 翰凉 叶子姑娘在吗 我想看看她 也想再看看张奶奶 出了一些变故 张奶奶和叶女士的爱人 在春节前去世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刚走的时候 她们不还好好的吗 张奶奶是病情恶化 叶女士的爱人 可以说是意外 我跟丑丑都说好了 现在挂个电话 你到贵宾病房去 伯母我接个电话 我现在在初宗母亲的病房里 你让她上来吧 好好好 伯母啊 护士长给您把护工请好了 这人都没见呢 她怎么就上岗了 妈 春节还没过完 人不好找 我让护士长帮她把关 不会差的啊 我让叶子给我当护工 叶子你以后打算怎么着吧 我还能怎么着啊 找份好工作 好好活呗 姐 你不光要好好活 你还得蜕变得重生 重生你知道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现在呀 就是一个寡妇 而且啊 上有老下有小 您给我指条名道 我怎么个重生法 什么寡妇不寡妇的 多难听啊 要我说 你婆婆赶紧出门 就是件好事 咱就该来个旧婆下驴 近身出户 还旧婆下驴呢 那怎么着啊 我撒手不管了 你不撒手 那你要你婆婆 和秋秋啊 我不养谁养啊 你养啊 姐 我说句话你别说我冷血啊 我国的法律就是 儿子去世之后 儿媳妇没有 有欣扬公婆义务的 还有这规定呢 太不近人情了 其实这没有什么不近人情呢 你想想 公婆对你没有尽过抚养职责 你对他们自然没有 擅扬义务了 当然 你还有个秋秋 你是后妈 法律上也是妈 秋秋今年十四吧 你该抚养她到十八岁成人 可是她有奶奶做监护人啊 奶奶做监护人 她怎么监护啊 靠我公共三百块钱的抚养金啊 姐 我没有说让你不管 你就是这么一人 你能不管吗 要不是这样咱们该管的都管 但是呢搬出来住 别跟那一老一小住一块 起码是空间上保持一定的距离 听你这话茬 打什么歪主意呢 姐 那你跟我说去掏心窝子的话 你这辈子还打算嫁不 说实话 我也没想说这辈子就不嫁人了 要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成个家 运气好的话 再生一孩子 那我告诉你啊 你要继续待在赵家 你想都别想 你待着那一老一小 谁敢娶你啊 你以为那叫买一松二啊 这叫捆绑相费 大姐三十六岁了 这两三年就属于你最后的择偶期限 一过四十啊 只有加六十岁老头 凭什么呀 凭什么四十的就得加六十岁老头啊 姐 你在幼稚园待太久了 你都脑残了你知道吗 你真该走上社会去看看 大把四十岁女人加六十岁老头 你肯屈踪啊 别人还不定肯接招呢 三十六还真困忙消费 除非医生跟你一样的奇葩 不是你说话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呢 这叫忠言逆耳 其实这几天 我也在心里把我今后的事 好好地想了想 那一老一小的 就摆在那儿 我能不理吗 我婆婆呢 现在是在气头上 等我回头把工作落实了 那我还不得回家去啊 真像你说的那近身处乎 你觉得你姐夫能闭上眼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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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说这些啊 咱们还是先找工作吧 姐 你怎么了 有点晕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老饭晕 你这是给累的 你想想看 从姐夫查出病这一年多 是早了过来的 快快 沙发上躺着去 没事 你呀 就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了 肯定是血糖精 来 乖玩躺着 倒杯糖水去啊 她丈夫啊 刚刚去世 家里边呢 也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 她原来呢不是做后工的 来 喝水 她原来的工作是幼师 所以我觉得她不一定愿意回来 做你母亲的后工 你不是她老公的主治医生吗 又是他们家的恩人 你说话她还能不买账啊 再说了 她不是早失业了吗 现在年还没过完 哪那么好找工作的 我的意思是 她丈夫刚刚去世 如果你现在让她 回到医院这个环境 难免会让她触景生情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一介书生 她丈夫去世了 她就更应该养家糊口了呀 她做幼儿教师 能赚几个钱呀 给我妈当护工 我会亏待她吗 得得 顾大主任 那请你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吧 我给她打 行吗 喂 楚总 您找我有事 行 那您说地方吧 行 好的 那一会儿见 姐 什么情况啊 小叶 想开点 我也失去过亲人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方法 生活毕竟还得往前走啊 谢谢您 楚总 对 差点忘了 上次走的时候 妆仪不是留给张奶奶一千五百块钱吗 姐还没来得及给她就 请您替我转交给庄一 谢谢她了 我听说你现在在找工作呢 找到了吗 还没呢 我想请你给我妈当护工 您干吗找我呀 就像我这样的护工到处都是 话是这么说 可是我妈她特别喜欢你 她整天给我念叨你 她那个人你也知道 很挑剔的 一般的人她还真看不上 庄一那人挺好的 走的时候还跟她说好了 过完年叫我唱歌呢 你没找到工作那就好办了 你回去收拾一下吧 明天就过来上班 我不会亏待你的 姐 你无为我 一万块月薪 再演的不断 咱那就给回了 那个厨房肯定快被你气死了 省大你的主意 没门 其实一万块钱我也挺想挣的 就是她说话那方式 我实在是看不惯 好像一上来就觉得 她一拿钱能把我砸晕了 我要是给她打工 那我得天天看她脸色呀 我宁愿受累 我也不愿意受气 还有一点就是 医院那环境 我也不愿意再回去了 对 咱不回去 永远都不回去了 我就是觉得吧 有点对不住庄仪 老太太人还挺不错的 你说你操这份闲心干什么呀 除非她拿钱砸不运你 还砸不运别人呢 比你好 喜欢被砸的人大把事 那除非砸运个十个八个 伺候她老妈 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也是 来吧 出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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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夜的你不睡觉 做这么多包子干吗呀 卖钱呢 还能干吗 卖包子 你又没执照 你上哪儿卖去啊 我老太婆卖俩包子 那城管和警察管 我要执照啊 告诉你啊 现在人是人性化执法 背不穿帮我卖的 人不管你要 你也得守法呀 大半夜哪儿跑出个小城管 睡觉去吧 小祖子 不羽子 喂 师长 哎哎哎 师长 不是 您这忙到我了 您这事 到我了 我咸去去 咸去 包咋包子呗 尝尝 大肉馅了 准比外头好吃 不是 我说师长 您这大冷天 您这卖什么包子啊 您这身子骨瘦得了吗 再说了您看这车这么沉 您再闪着腰这怎么办啊以后 我这老腰没问题 全当活动活动筋骨 我说师奶 咱能不干这个吗 您瞅瞅这是什么 打今儿起我就正式加入 出租车大军的行列 我跟我哥们合伙我们俩双半倒 我挣钱养活您跟秋秋不就完了吗 您卖什么包子啊还 瞧您这俩嘴皮子一碰 你养活我们 养活得起吗 怎么养活不起啊 我这是一人吃饱 我全家不饿啊 当然了这个鲍鱼海参的什么的 是我不敢说啊 这粗沙淡饭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 改善改善生活吗平时 真的吃奶 我养活您 有什么呢 卖什么包子您说您这儿 走喽 你干啥去啊 我来我来看 我干啥去啊 我是说了半天您没听明白 怎么还卖包子 那咱咱咱咱咱咱咱 走走走走走 你这车我真够分量的 还有十奶 三百号 对 这就你那车呀 好 哎呀 怎么样挺带劲的吧这车 哎呦 喝啊 哎哎哎 赶紧的给十奶 咱各做各的生意 十奶 给十奶 您的事就是头等大事啊 我先把您送到地儿再说 那啥行啊 你那车搁这儿不拉客了 我这是闹着玩的 你那是正经生意快 十奶您听我的啊 我这手辣脸弹活没事小叶子走 干嘛呀 赶紧过来就知道了啊 这儿 干嘛 来 你听我的啊 你放下来 放下来 坐稳的啊 拿着这个 起火 走你 这孩子你咋这么实诚啊 我儿子是不是说你这厨地 我咋一点都不知道呢 那能跟您说吗 十奶 怎么样 坐着舒服不舒服 舒服的呢 那个 十奶 我能问问您师母什么事吗 想问啥问吧 那个 十母 她为什么离开家呀 啊 十奶不瞒你 我撵她走的 你师父走了 她还年轻 我不想拖累她 三宝 你认识你师母 见过 但是不熟 但是我觉得吧 师母肯定是一特别好的人 您看您把她从家给撵走了 她心里肯定特惦记这家 惦记也就一阵子 慢慢地 也就凉了 慢慢地 也就凉了 您的四伯父 您看您这是为什么 您的事 您的事